大家好 我是从不狐狸取闹的小狐狸 不要愧对病人 病人不容易 晚达说 人家这个病人太失望了 人家造你 就是想 相信你 他造你 又在那里 这得行 对我来说 不要 我给你期望 相信 没想太多 用他自己的言传身教 为我们年轻一位医生 好好地诱善了一课 本身想着上去都是一百天 最少他要在家里休息一个月 没想到他不到一周 从我上班第一天开始 杨教授就教育我们 要始终有医者父母性的这么一个心态 教授不管是在门诊也好 在住院部也好 工作量都是很大的 一天能看将近六七十个病人 但是他即使是再疲倦 从门诊上回来 也要每天把住院的病人再重新看一遍 要第一时间掌握病人的病情变化